国际特赦组织于3月29日发布了一份关于2021年和2022年全球人权状况的报告 报告称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在东都决散人民在所谓的在教育营中继续受到破坏和洗脑政治身体和文化方面的侵犯行为正在升升 2014年一名当时流亡的维吾尔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局将和田地区玉田县的在南部汉带到医院进行僵制堕胎 该电台后来通过对当地消息人士的采访确定 在南部汉是为了救他万未出生的孩子而逃离医院的 当孩子在2017年满三岁时 当局以了然社会秩序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罪名 将在纳布汉和他的丈夫一起关押在拘留营 维吾尔消息人士称 该地区的联系人和一位前邻居上周证实 在纳布汉于2020年去世 战月前夕 土耳其志愿者协会和东都决三协会 以3月30日在伊斯坦布尔的色衣法国域地区 为来自东都决三的家庭举办了 占月援助分发活动 在200多家庭参加的活动中 每个家庭都获得了加之500厘拉的基本食品 得到帮助的家庭对民间组织表示感谢 土耳其布尔萨市一位国际土耳其文化组织 宣布为2022年土耳其世界文化制度 昨日有来自200个国家的700多名艺术家 参加了开幕活动 据报道文化艺术活动全年持续进行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 28票反对的结果表决通过了 参议院版的美国竞争法 这是对今年2月中医院通过的 该竞争法的修改版本 预计国会两党即将就统一文本展开谈判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日前到访台湾 威尔逊称赞台湾已经成为海外民主的中心 他重申了帮助保护台湾的承诺 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压力 对所有民主国家构成威胁 威尔逊说 我们对台海和平稳定 有着共同和持久的利益 我们认为这是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中心 我们对中国破坏这种稳定的努力深表关切 伊斯兰教摘月即将来宁 摘月被穆斯林视为一年中最尊贵的月份 摘月结束后将迎来开摘节 为团结与分享月份的摘月 我们希望为中国破坏下的东突撅散 和整个突厥伊斯兰世界带来祝福 请接受我们的摘节 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